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直级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陆有会近日推出一部相互理解爱无距离的微电影 呼吁台湾社会给予陆位朋友更多的关怀 另外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日前在一场两岸媒体峰会中 谈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 九二共识还有两制台湾方案等等 而陆有会之前民调显示 有近八成台湾民众不接受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主张 那最新公布民调结果又显示出哪些讯息呢 此外 近期香港政府演绎修订逃犯条例 以及香港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来台签证获得延长 各有哪些关注面向 我们相关议题今天访问 陆有会副主委邱锤正来观察说明 非常欢迎副主委你好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副主委您好 陆有会日前有推出一部微电影叫做 相互理解还有爱无距离 副主委当初这部微电影的发响 还有希望传达哪些的讯息呢 我们政府对于大陆配在台的生活 我们一向非常照顾他们的权益 以及他们能够顺利融入台湾的社会 每个人都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我们推出了不少的政策 包括我们这个宣导短片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他们幸福美满的新故乡 这位陆配是李海荣女士 我觉得在台湾陆配其实已经有30多万人了 他们已经融入台湾的社会 应该有他们的子女 这部影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哪些在亲子方面的一些互动 事实上这也更可以传达 就是说他们已经融入了台湾的一些社会 由刚开始进入台湾的生活的不适应 到现在也慢慢适应了 是 我想这个影片都是用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事件以及真人去做拍摄 我想这些显露出中国大陆配偶跟 我们国人共主家庭 是台湾社会以及我们台湾重要的一份子 那么我们陆委会过去非常重视 中国大陆配偶在各项生活权益 那我们也不断的在修法来推进 保障他们的生活 那么从他们的工作健康教育辅导各方面 我们都跟相关的机关 像内政部移民署 积极的来协助解决中国大陆配偶在台湾 生活需求的问题 谈到生活或者是工作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访问到一些陆配 有些人是创业 有些人把他们的专业做发挥 那么在目前我们要提供他们更好的一些 就业或发挥专业的机会 是不是有些相关的一些法令 我们可能即将要修 也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机会可以去发挥 是我们蔡同同也对陆配非常的照顾 那么对于陆配工作权的部分 像我们很多陆配都很想去担任 比如说到学校里面去辅导小朋友 去帮小朋友做营养午餐 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 有这个限制 所以我们陆委会就替陆配们来修法 所以我们在2016年 有关居留定居的更宽松 对居留的长期居留的陆配 如果要去担任我们政府公务机关 学校这些临时人员 我们有用一个解释文 让他放宽可以去工作 比如说校园担任这些临时人员 帮小朋友准备营养午餐 或是守护校园的安全等等 那这些工作都可以 那除非学校 还有公务机关 只要不涉密的地方 都是可以的 另外在未来立法上 我们正在推动两岸条例 第22条的修法 让我们的这个有专业的 这个陆配 也能够贡献给我们台湾社会 那么包括这些专业的 那个技职考试 像我们准备开放 未来在专记人员的考试问题 能够放宽 让他们可以担任 比如说领队 导游 未来这些陆客 说不定就有我们的陆配 来为他们做这个导游 以及我们有一些专业技职人员 像保险的经纪人跟代理人 这里面包括人生的保险 跟财产的保险 都未来会放官这些经纪人 跟代理人的这些专记的工作 那我想我们持续来推动 让陆配在台湾有专业的 都可以贡献给台湾社会 可以再多讲一个 像陆配在台湾 总是移民到我们这边来 生活都有不便 当然我们台湾社会 人情是很温暖的 但是我们对于陆配 我们也正在进行 这个很快 说不定就可以公布 我们正在协调内政部 放宽中国大陆的配偶 亲属来台探亲 亲等范围 这个部分就是说 比如说他的居留期间 过去只限于他的父母亲来 现在在居留期间 我们希望能够让二等亲的配偶 也能来 比如说他的这些父母亲之外 让他们的相关配偶能来 那也就是可以让他们多一些 人伦亲情方面的需要的照顾 或是能够让他们人伦团聚 更加的完整 那么另外在定居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会推动 三等亲及配偶能够来 那么这个将来呢 因为他们停留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整体作业考量会比较多 他不像我们光光都来15天 他可能一来就来两个月 再加两个月 或是更久的时间 那政府放宽就是最主要 让我们这些大陆配偶 他们有些生育的时候 或是需要有人照顾 也能让他大陆亲属来照顾他 那这个放宽 我想对大陆配偶 在台湾的幸福感一定会有提升 这个放宽的相关的修法 必须送离法院吗 不用 这个放宽清等了 只要行政业核定就好 这很快速 所以我们正在 这个所有行政作业的检释都完成了 那只要行政院核定就可以来实施 那至于刚才提到的 可以开发我们的陆配 未来可以担任导游拉林 对保险代理人跟保险经纪人 这些的话 这相关的修法必须要送离法院 是 我想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送离法院 政府持续推动提升保障陆配的权益 我们另外观察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中国大陆全国政协的主席汪洋十号 在一场两岸媒体峰会中发表谈话 那陆会会对于汪洋的相关谈话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想汪洋对于我们媒体人的这些谈话 那么都是在宣示 这个习近平习五条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最主要的还是在讲 他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事实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是在压迫或是消融 我们中华民国主权 跟台湾民主的体制 所以我们也期盼 我们台湾社会 包括媒体这些好朋友们 都不应该去附和去参与 也不应该去跟他们有一种 背书式的这种讨论 我想我们都是爱于自己的国家 绝对不会去背书 消灭自己国家的两制方案 那么我们蔡总统也说 那么这个汪洋对于我们媒体人谈话呢 这个说法呢 这样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确实在影响我国媒体 来给这些媒体人施加压力 那么对于台湾的民主 以及新闻的自由 是加大这种干预 我们要予以谴责 我们也呼吁台湾的媒体朋友 不应也不宜协助中共对台 政治的这种宣传 更应该清楚认识 中共对台的这种分化统战的野心 我们应该珍惜台湾社会得来不易的 这个新闻自由 以及媒体自由的环境 应该秉持媒体公正客观 新闻自律的言则 负起社会公器的责任 好 非常谢谢副主委您的说明 那么过去我们谈到两岸的新闻媒体的交流 过去谈的比较多是资讯不对称 在最近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假新闻 如果说我们要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的话 那这个部分如果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是 我们很期待就是双方新闻要多交流 也应该尊重新闻专业 但是我们了解中国大陆 他们是有新闻跟言论自由的 非常严密的控制 相对于我们台湾自由民主开发 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体制 那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接收到台湾的讯息 都是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 或是有做控管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来推动 两岸的人员的交流 包括观光客 包括陆生 那当然我们也担心 中国大陆一直像协议五条之后 不断的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 不断的在针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些加速来对台湾步步进逼 所以呢包括总统也召开了两次国安会 针对如何因应跟反制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指导纲例 来加以落实 那么包括加速完备 反渗透 这个反统战的机制 那相关的部门都在积极展开努力 包括要充实我们现有的法令规范 来强化我们国人媒体 试读的这个能力 这个很重要 特别我们自己要判断 哪些是假新闻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运用 我们相关部门 所有政府机关 都有及时新闻澄清的平台 以及要加强对外的政策说明 我们对于假新闻 假讯息 对于我们台湾民主社会的这种危害 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防范 那同时凝聚国人 对政府的这个施政的信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期盼政府跟我们人民共同努力来捍卫台湾的主权 安全及民主自由的体制 另外要请教副主委 根据陆委会之前在三月份公布的民调显示 有近八成的台湾民众不接受中国大陆一国两制的主张 而陆委会最新又公布了一份民调 结果是怎么样 这份民调呢 这是显示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民调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台的军事威吓方面 有八成以上的我们台湾民众是反对 中共近期对台湾周遭军事武力的威胁的做法 有82%人是反对的 那同时也有八成以上的民众反对 中共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这个主张 那么另外一方面最近中国大陆又在杯葛 我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我们在国际空间上面 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面 也有近九成的民众 不认同陆方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那么伤害台湾人民的健康跟权益 这高达87.7 那么也有八成以上民众 更反对中共参与的一国两制 这是83.6 这比上一次所调查的越高又提升了 可见反对一国两制 不仅是台湾主要朝野的共识 更是台湾的共识 好非常谢谢陆委会副主委 邱隋正在今天节目当中 首先针对两岸交流最新的一个形势 为我们做三个议题的说明 包括我们出炉最新的民调 那么有八成以上的民众是反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 而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即将在20号在瑞士之内 瓦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那么今年台湾没有收到主办单位的邀请函 但是国内的民意是显示有九成以上的 民众对于这个议题是关注的 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参与 好我们在今天针对这三个议题 先请副主委做相当详细的说明 稍后相关议题我们再请教 邱副主委 节目稍微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王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五百个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中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韩起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洛惠副主委邱垂正 接着请副主委为我们关心说明 我们看到从香港女子在台发生命案至今 还有近期香港政府研议修订逃犯条例 这些事件都引发许多的关注 还有讨论跟争议 可不可以请副主委来为我们说明一下 这两起事件过程背景还有关联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跟讨论 最近在香港 我们看到香港立法会 爆发了立法会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议员的冲突事件 就是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所谓逃犯条例 引发了很多香港社会的争议 在立法会打斗之外 你会看到他还有十几万人上街头 去反对通过这个 可能会侵犯人权的逃犯条例 那这个事件 它跟我们有一件刑事案件有关 就是在去年2月时候 有一对香港的青年男女 在台湾发生了一个凶杀案 就是香港的这个女生被杀害 就港女密案 那后来这个凶手就逃回香港 或者有被警方逮捕 所以港女密案发生以来 我们台湾政府始终都秉持着 同理心跟怜悯心 我们希望早日将犯险行之以法 还给家属公道跟正义 那么我们在去年的3月 5月12月3次 曾经主动向港方提出 司法互助的请求 包括第三次 就是12月去年12月 包括提出将嫌疑犯送来台湾 受审之请求了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公理能够伸张 另外在去年11月 我们也向港方表达 我方主管机关 希望能够跟他们见面 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多次 不仅是用我们既有的沟通联系的管道 而且我们多次欲请港方要来考虑签署台港司法互助协议 这些主张跟请求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但是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 就第一个背景 那第二个 那现在港府呢 在今年3月 突然以这个杀人案为由 向立法会提出修订逃犯条例 他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港女命案 我们从一刚开始就强烈质疑 港府的修法会让国人出现 我们国人在香港有很多在这边生活的 甚至我们也很多国人到香港去游玩 会不会发生李明哲事件 最主要是说 我们最主要这个如果是命案 就是台港之间的 但是这个逃犯条例的修改 不仅是对台湾 它也对中国大陆 特别是对中国大陆 台湾跟香港的司法水平比较接近 大家都可以相信 是保障人权的司法制度 但是中国大陆那种司法的水平 我想大家都很害怕 那么是不是透过这个逃犯条例 只要是中国大陆请求的逃犯 都会被送走 所以在香港 很多人在中国大陆有做生意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 只要中国大陆请求要引渡条犯 香港政府就可能把逃犯就送过去了 所以让整个香港人人自为 都有可能移送到中国大陆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在抓很多贪官 很多外逃的官员也都在香港 所以这样香港人 又常常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难免会有一些 有一些便宜行事的做法 或是很触犯法律 那么他们也担心会不会用各种很特别的罪名 就移送过去的 像很多人从事政治的工作 他们也担心会不会用这个来打击一己 中共利用修改逃犯条例 来全面的管制香港 所以这个对人钱是一种直接的伤害 所以不仅是香港泛民派的议员反对 香港的社会也是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包括大律师工会 包括香港当地的商会 包括外国驻香港的商会 都同声表达 对这个修法有可能有侵犯人权的疑虑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在台湾好多人在香港生活工作 还有去游玩的 那像现在会不会出现更多 类似像李明哲事件 还有像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 他也主张 如果香港要通过这个逃犯条例 他就要移民到台湾来 诸如此类的 这个引发香港社会 国际社会 针对修法 在香港人是被移送到 人权状况不佳的中国大陆 去这种疑虑 没有解除的情况底下 当然这个修法 那个过程是很争议的 我们认为 港府本来可以用单纯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个案 但是港府却选用的最复杂 也最受到大家高度质疑的修法方式来取代 这根本是舍意求难 就如同你要喝一杯牛奶 你为什么去经营一个大牧场 他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说清楚政府的态度 我们绝对不在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这个前提下来跟香港来协商 我们甚至讲到 就算逃犯条例修法 在无法排除国人在香港生活的这个风险 跟他们的人身安全自由得到完全排除之前 我们也不会让他的逃犯送来台湾 我们认为可以不用修法 或是修其他的法 来解决台港之间这个个案的争议 或是未来台港之间应该来修订台港司法互助协议 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修法 我们是抱持着我们会严密关注他的进程 我们也会关注他是不是对于国人 甚至对香港人权会造成人身安全 或人身自由的人权方面的侵害 是非常谢谢邱副主委 您的说明这是我方关注 香港正在修订逃犯条例 我方所关注的焦点 那么也希望港府能够正视我方所提出 希望台港能够签司法互助协议 就是我们也知道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交通部观光局资料显示 香港是位居我们国人出国旅游的第三名 未来如果说香港政府通过了 令人质疑没有办法保障人身自由的逃犯条例 我们政府会采取哪些方式来因应 同时向我们的国人提出警示 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 那么我们一定会发布各种 包括旅游警示 包括各种风险的揭露 我们有跟港府表达 或是我们如果会对外说明 港府这个修法呢 可能是民修战道 暗度陈昌 民修战道好像是为了解决 台港两地的个案的 那个嫌犯的移交 那么其实他们是在帮 中国大陆北京 更严密的控制香港社会 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到 中共驻港的最高机关 中联办 就在昨天15号也正式公开的力挺港府的修法作为 我们可以看到背后那只手出来了 那这个不仅公然干预了香港的英国两制高度自治 更凸显的当初我们质疑的这个政治的意图 因此在赴港或是在港国人被移送到中国大陆的人身安全 未解除前 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去帮这个修法来背书 那如果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也不排除对香港发出各种旅游警示 或是风险的揭示 所以我们现阶段会严密的来关注香港的修法的进度 跟整个情势的发展 做好要保护国人的相关措施 非常谢谢副主委说明 那刚刚也谈到有关于这个香港铜锣湾前书店店长林荣基 他在日前表示 因为香港修订了逃犯条例 优心自己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 因此于4月下旬从香港来到台湾 期盼能谋指判定居 那另外本周而传出移民署核准延长 其原本一个月签证 让他再延长两个月 可不可以请副主委说明一下 政府允许这个林荣基延长在台签证 有哪些的考量呢 好我想林荣基先生 他过去是香港铜锣花书店的老板 因为出版书 疑似一般判断就是 可能得罪中共的领导人 所以他在香港就被人夹持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趁机逃回来 讲述了这一段 他的这一种惊恐的这些被逮捕的过程 所以逃犯条例对他来说 恐怕他也是应该是第一波 因为他是逃回来的 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 将来他有可能继续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去 所以他心生惊恐 然后就想到台湾来 因为林荣基先生 他基本上是香港的常住居民 他随时可以到台湾来旅游 过去他也常来 因为他在过去 他是一个香港社会的知名人士 所以他来台湾 我们也担心他发生有任何的安全上面的问题 也曾经加派警力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那随着他都很低调 那这些安全当然也就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但是他这次因为香港修逃犯条例 那他也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面临到极大的这种生命的风险 他要移居到台湾来 但是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 但是我们是法治国家 那相关要移居到我们 或是申请来台湾长期居留或定居 我们有一套的机制 我们欢迎林荣基先生 依照我们现有的相关的法规 我们香港的民众 港澳居民 香港居民 可以依照我们相关的规范 申请到我们台湾的长期居住或定居 那么只要依照这些机制提出来 我们政府都有一定的机制来做审认 如果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一定会给必要协助 他之前来台湾 他就是用说要来找工作 那我们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一个月快到了 那他说他要敢办 各种长期居留的这个手续 那我们基于他的个案考量 相关的主管机关 基于包括从人道 以及他的可能找工作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体检 需要准备各种的文件 还有工作证的 这个因为要找工作 才能到我们劳动部去申请工作证 才能办我们的长期居留的相关的证件 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内政部移民署联省会又给他开会 针对这个个案考量 给他再延长两个月 在停留情节 对于这个内政部一起执权 所做的这个决定 我们尊重 是 林荣基先生目前已经提出 居留申请案 他的个案还没有提出来 不过他说他要准备 他要准备 是 那准备我们 移民署如果说愿意给他一个停留的时间 我们就尊重 其实香港的民众到台湾来 我们给他那个旅游停留也是三个月 三个月 那所以过去只是说他找工作 给他短一点 那这是他真的需要时间 给他三个月 我们路委会认为这是合乎常理的 我们尊重这个移民署 依照他职权所做的决定 我们是尊重 你的意思是说 林荣基先生 如果他提出居留申请案 最长也是三个月的时间 还是可以申请 常情居留可以过就有时间 像我们去个地方 如果是要旅游 我们甚至可以长达三个月 我想香港居民到台湾来 就有蛮长的时间 只是说刚开始合给他 他是为了找工作 洽谈工作 所以那时候移民署给他一个月 那现在再多一点延长 我们都尊重 后来申请延长 我们都尊重 那至于林荣基先生 当然可以依照我们现有的法律规范 提出要来台长期居留 那长期居留 就您知道 他可能有一年三年 就是然后再换 甚至可以申请我们定居 就看是他基于哪个室友留下来 可能是工作室友 可能是投资移民 可能是来台求学 但是工作是最多的 所以这个方面就是 我们有一定的长期居留 跟定居的规范 依照这个规范来提出申请 我们会依法行政 如果说他有任何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也会试情况 给他必要的协助 好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 陆委会副主委邱水正 在今天针对两岸的许多的议题 为我们做非常详细的说明 包括乐会对外发布最新的民调 那么也希望中国都能够正视台湾最新的民意 而所推出的关于陆配的微电影 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陆配朋友们 未来有很多工作机会 还有生活工作上的一些照顾 我们都会在立法或相关的法律松绑会 进一步加快来进行 同时对于中国大陆 抛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么台湾的媒体如何来正视 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动作 以及我们关注了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我方有哪些立场 也希望港府方面能够正视 我方所提出的一些建议 是不是双方可以有进一步 来做一些磋商交流的机会 当然林荣基先生来到台湾 目前签证已经获得延长了 未来如果他提出具有申请案的话 政府方面也会给予相当多的协助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乐会副主委邱水正 为我们做相当详细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副主委 谢谢 谢谢